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為了防止疫情在校園擴散 宣布高中以下的學校學生 從三月二號全面停課 到四月的春假 這一個月的停課措施 讓許多家長面臨要在工作時間 也要照顧小孩的情況 有些人就請假 在家照顧小孩 有些人把小孩 送到了臨時開放的托兒所 而也有人是直接帶著小孩 到職場工作 橋坪地板上 兩名小男孩拿著玩具 吻在一起 一旁男孩的媽媽們 一邊在電腦上處理工序 一邊分心注意小孩的狀況 國土防止疫情 在校園發生群聚感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二月二十七號宣布 從三月二號開始 讓全國高中以下學童 停止上課到四月春假 這個突然決定的政策 讓家長慌了手腳 まずは驚喜 どうしようという不安が 最初の感情です ヤフーニュースか何かで出た 安倍首相的政策 不少家長依舊覺得臨時停課的決定太過突然 讓很多家長夫妻兩個人輪流請假 在家照顧小孩 不能請假的家長 則是把小孩送到臨時開放的托兒中心 或是申請學校臨時托兒 而在安倍去年開始推動 勞動方式改革之後 企業陸續開放 讓上班族偶爾能帶小孩進入公司工作 讓平時將小孩寄託在托兒中心的 本領族半導真工 也難得牽著小孩的手進入公司 準備上班 雖然很多企業已經開放讓員工帶著小孩去上班 但仍有部分業者屬性特殊 面臨無法照顧小孩的窘境 而學童長期停課也讓學校的教學進度受到影響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至今 已經有十五個國家 包括日本 南韓 印度 義大利等國家關閉學校 導致全球上億學童無法接受教育 安倍的臨時停課政策目前也受到不小批評 有家長無法兼顧工作跟小孩的 認為政府應該要有配套措施 而不是只在金額方面補償 另外也有部分家長認為日本各縣市民情不同 應該依照各地的狀況分別採取防疫措施 而非全面性地決定全國停課 記者 陳生報導